哈囉大家好我是湘琳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日劇是 打扮的戀愛是有理由的 這個劇名呢乍看我覺得還蠻繞口的 不過呢越看越這個 發現就是 劇名跟劇的內容其實是還蠻貼合的喔 那這個戲劇的女主角呢 是一個擁有十萬粉絲的網紅 那她每天都會換裝髮啊 換造型 男生呢她是一個極簡主義的縫隙者 所以呢幾乎就那幾套裝髮 欸沒有裝髮喔 幾套的衣服就出門啦 那麼這部劇還有一個 矛盾點也不算矛盾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 男男形象的廚師 然後另外一邊呢是成熟的社長 希望女生到了最後一刻 還是很猶豫到底要選誰咧 那這部劇呢還有一個亮點就是 它是由新演員所寫的 不思議這首歌曲呢 在這個劇裡面出現的 十幾點都很有意思 以外它也成為了我現在 在生活中幾乎一早起來 就會聽得到的歌 因為聽這首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聲音很有趣 然後很不可思議 每天都充滿著各種可能性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分享說 這部劇裡面有哪些話 哪些台詞 讓我心有親親焉很有感覺 所以基本上呢 應該是不太會爆雷啦 如果你也真的很擔心爆雷的話呢 請你先去看完劇以後 再回來跟我分享囉 有興趣的呢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在分享有感覺的台詞以前呢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劇呢 它是一個還蠻輕鬆的日劇 然後從第一集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個浪漫同居的那種主題 其實這樣的主題 並沒有非常的新鮮 但是編劇呢 還加入了很多 就是現在這個時代下 男女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不管是數位排毒啊 還有真的這麼需要 這麼依賴手機嗎 等等的內容 結合在一起 就會覺得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這一個劇的每一集後面呢 幾乎都有一個浪漫的文系 就是讓我想到韓劇的 那個皮諾丘 皮諾丘有一個吐司之吻 那個逆光 真的是非常的浪漫 那在這一集呢 在這個劇的第二集的最後面呢 就有一個冰箱之吻 冰箱之吻真的很基礎啦 所以現在才講出來 後面還有更多更厲害的文系 大家可以持續的看 而且我覺得女主角真的是 超級無敵可愛喔 女主角呢 是穿口春奶 她是一個家具製造商的 宣傳客公關 男主角呢 是橫濱流星所飾演的 她就是一個 極簡主義的 餐車酒吧的廚師 然後我剛才前面 不是還提到了一個 就是成熟穩重的社長嗎 我覺得裡面給她的這個 綽號超可愛的耶 叫做虎金 所以我覺得虎金社長 聽起來就超級無敵可愛 那我覺得這部劇呢 虎金社長其實也跟 Stop Up的男主角 應該說男二的主角 其實感覺有一點像 他們呢 都是溫柔又有肩膀又穩重的男人 而且在整個劇裡面 他們退場的方式也非常的優雅 我覺得身為觀眾看了 其實心裡是有一點點的惆悵 還有一點點的不忍心 那麼在這部劇裡面呢 兩個男女主角他們彼此都有他們需要成長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每一集的劇情推移 來看到他們兩個的變化 那麼接下來呢 我要分享的句子呢 我就分講出來的人物來做區分好了 首先呢 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長第一集 一開場就說了 過度的為他人服務 就會變成你這樣 沒有休息時間 觀看別人的臉色 這就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是啊 可是其實我們工作在外面 還是必須要 學會看人家的臉色 只是說 男主角說的一派輕鬆 那是因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哲學 不過呢 我覺得有時候太過忙碌 太過辛苦的時候呢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說 是啊 就是 我們應該適度的為別人服務就好 不要過度 有時候下班了 他就需要一個時間暫停鍵 但是你要看一下你的工作是什麼啦 因為像我以前是出版社 那個解稿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我下班就下班了 但是呢 在適時的時候 能下班以後就盡量 真的就是下班了 完全放鬆 也不要去想說明天到底要做什麼 明天要忙什麼 我真的有一陣子 會因為要辦活動 然後就一直去想說 我還有什麼細節沒有想到 睡覺之前一直想 躺下去還在想 導致我最後失眠了 我覺得 很難停止不要去想 所以你真的要想辦法做好一個開關 真的適度適量超級難抓 但是還是蠻重要的 那第二句話呢 就是男主角說 一定要別人認可才行嗎 別人說 我需要你 別人說 你很有價值 難道這樣就幸福了嗎 我想自己決定自己的價值 由自己決定 不要被任何人左右 這句話現在聽來 會覺得 也還好啊 可是在劇情的那個點呢 卻可以發現 他跟女主角擁有很不一樣的價值觀 跟思考的模式 雖然兩個人的想法都沒有錯 因為這世自己就是這樣子 就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講什麼話嘛 但是男主角的這一段話 他想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也是很想要適時的提醒自己 就是有時候 我也會迷失 我也會好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 可是有時候沒有得到相對應的認可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覺得說 哇 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們或許是想要完成我們心中那一個缺憾 又或者是 我們想要完成一個自己設定的目標 所以到最後 其實我們 是在肯定自己 絕對不要忘了跟自己說 你做得很好喔 要是不解決問題 逃避問題的話 一定會後悔的 因為整部劇呢 其實可以感覺到 兩個人前進的方向不一樣 一開始呢 是女主角一直很奮力的往前 然後突然有一天就逃避了 那男主角呢 是一開始在逃避 後來呢 從女主角身上看到一些光芒 跟一些痕跡 痕跡 印記 嗯也不是 就是從女主角身上看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呢她就變得積極 兩個人呢 就像一條線一樣 這樣子相交而錯 所以男主角說這句話的時候呢 真的非常的有感覺 我覺得 我們難免都會很想要逃避 但是呢 到最後 我們還是要認真的去面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可以舉一個 呃 例子好了 就是 我爸爸公司呢 有一個同事 還蠻年輕的女同事 她那年輕的時候欠下了卡債 然後 因為太巨大了 所以她就一直逃避 不想要去還 她一路上呢 就做那種很多是當天 現金的那種工作 她就這樣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 逃了十年以後呢 現在又回到了我爸公司 然後就說 還是希望可以把這些事情解決 然後我爸就突然覺得說 啊 就是 你逃避了這麼久 浪費了十年的青春歲月 所以回頭看呢 她或許會後悔吧 但或許她也很清醒 當時是這樣的選擇 我們不是當事人們不知道 但是當我看到男主角這一段話的時候呢 其實我還蠻有感覺的 還好啊 我的人生目前還沒有什麼 就是大問題一直在逃避 我也期許自己也是可以正面的迎擊喔 接著呢 要來分享是女主角的媽媽 欸我覺得這部就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看了超久才發現那是女主角的媽媽耶 真的太年輕了 她還年輕 失敗在所難免 不過當年紀見長之後呢 就不會記得失敗的事了 而是會記得當時振作起來的情景 會想起自己不去不撓 繼續掙扎不甘心的樣子 所以呢 我希望她不管失敗多少次 都可以振作起來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呢 我心裡還蠻有感觸的 像之前啊 因為做廣播做的稍微的有聲有色 所以就是學弟妹就來訪問我 題目通常都會有一題叫做 遇到了什麼困難 然後怎麼解決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回答完以後 我有說 我覺得 我們都有能力可以去解決困難 因為當然啦 我那時候講的時候 是希望可以鼓勵學弟妹不要害怕 就算有錯誤 你一定都可以解決的 那是一個心裡的感覺 跟心裡的想法 但是呢 當女主角的媽媽說的這一句話 就讓我回想起 當我遇到了一些失敗 我應該會去記得的是 我後來是怎麼樣努力的 我是怎麼克服的 我是怎麼走過的 因為承接剛才的話 我們沒有逃避嘛 我們去正面解決 這些故事不就是以後老了 我們可以跟小孩分享 跟孫子分享的故事嗎 最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女主角一個50歲的朋友 然後她就說 即使結婚了 我每天都還是會有 這個人到底是誰 我不認識她 後來呢 才會慢慢領悟到 我們其實根本是陌生人 但是我現在認為 也許根本不需要知道全貌 這樣才會不斷努力去瞭解對方 這讓我想到一個廣播的學妹 我跟她呢 其實認識的點是在於廣播 所以呢 我就像是一顆圓球 她或許就像一顆紙 我們兩個 一張紙 一顆圓球 一張紙 然後呢 我們認識的可能只是這一個點 在於廣播 那當我後來加入她的IG 然後看了她的限時動態 當然她也看了我的 所以我們就逐漸的認識彼此 所以呢 我們的接觸點就開始變多了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其實人是一顆球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面 在於我們認識她哪裡 而有時候 我們都會太急著 想要去認識一個人的全部樣貌了 但其實不需要啊 我們可以慢慢認識 而且這就是每一天 不可思議的生活來源喔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這部劇 我想要分享的一些句子 不知道哪些劇 也讓你看起來很有感呢 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也歡迎大家 就是可以多推坑我幾部劇 然後呢 也想知道一下大家 對於像這樣的主題的反應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其實看劇 都會去把很多名言家劇把它寫下來 然後 就是 時不時的 想到一些事情 然後提點一下自己 那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呢 就歡迎大家可以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 也把它分享給你已經看過這部劇的人 或是你想推坑的人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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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up sj 摸